天林沿海养殖乌鱼产业行 渔会连续15年举办评鉴大赛 业者现在讲求低盐低纳 靠专业技术来制作 而也因为这个需求量大增 价格比去年涨了200到300元 每台金逼近2000元 一整片乌鱼籽切成块 加入葱花蛋和白饭 大火快炒 一道香喷喷的乌鱼籽炒饭上桌 入口鲜美咸香 每年冬天乌鱼籽上市 是老饕们的最爱 一整片的新鲜乌鱼籽 用58度的高粱酒 火烤到表皮微焦变黄 刀子一切开外酥内软 光是听到这声音 就让人流口水 冬季前后是乌鱼盛产的旺季 但受到气候影响 野生乌鱼的数量逐年减少 但养殖乌鱼籽的产业兴起 而且各家业者 为了提升乌鱼籽的品质 可都是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现在乌鱼籽的减少 都控制到 在那里的灵界里 稍微不稍微 你乌鱼籽就活着 早年生产乌鱼籽全看天气 若是遇到下雨天 无法晒干 很容易就腐坏 加上现在人重视养生 业者利用技术提升 像是冷风干燥 就不必再受天气限制 而且品质相对稳定 目前乌鱼籽每台金 大概在1800到1900左右 比去年上涨了两三百块 想吃乌鱼籽的民众 除了手脚得要加快外 恐怕也要多掏点钱 结果正义云林报道